NHK 欢迎收看《创富激发店》 今天邀请来的嘉宾有国家业 ہو tranquille Math whew 你好 你好 stripes 现在看到市场可能是看好黄金和人民币的前景 所以金银业贸易场都推出 人民幣計價和交收的公斤條黃金 你怎麼看 這個是否都可以投資 有它的賣點 始終一來人民幣計的產品 在香港選擇不是太多 第二就是黃金 今年就算最近調整下來 都跑贏很多產品的表現 所以都頗受投資者歡迎 唯一是市場上黃金的產品選擇很多 不一定要在那裡賣 一定是賣公斤條黃金 是的 所以受歡迎程度有多大 之後大家要看交投量活躍才能看得到 所以產品來說我自己喜歡 但我想都最好觀察一下 究竟交投量可否維持到比較活躍 才去選擇是否適合自己來投資 好啊 你都說現在市場上 其實很多產品都可以給我們投資 不如我們看看港股 今個星期又投不投資得過 因為市場上對於歐債危機都好像舒緩了 港股今天都繼續升 恆生指數今天收市 債報18873點升372點 成交625億 Mathiel 如果你提到歐債危機 今個星期都有幾多利好消息 我叫做 譬如說中國做白武士 就出手去買歐元區債券 雖然都是一個消息未獲得證實的 但好像都舒緩了市場一些憂慮 另外還有20國集團峰會 現在市場都在等會否有一些新招出來 可以舒緩到歐債危機 那是不是歐債的情況真的拆了彈 或者這麼說 之前市場的想法是比較負面的 差不多想到很多歐債業家 有骨牌式的效應出現 現在一方面得法兩國 兩個領導人都願意坐牢 都談定數了 第二就都拉上G20一起去談 看看醫生國家可以幫忙 買多些債券 包括中國 我們國家都很喜歡跟別人交朋友 所以買多些地方的債券 我相信機會都很高 當然是否能夠徹底解決問題 因為其實現在都是在傳聞階段 大家是通力合作 但究竟有些甚麼方案實質出來 可以令到市場相信 這個歐債問題可以解決 我相信到越大之前 這個事件才可以比較明朗 因為在到月底之前 G20就會提出一個確實的方案 去解決歐債問題 到時市場的信心 應該去做一步穩定下來 你對於今個星期 講過的走勢如何看 今天都升了三百多點 但始終在19時 好像看到有個阻力 暫時都未升 最多就升了超過400點 你如何看今個星期走勢 其實我們由低位算起一萬六千一左右 都升了二千七 對 二千七八點 其實累積升得多大 你說短期是否還有一些 勢頭再上 試一試上一萬九點 不奇怪 大家知道牛紅症分佈 紅症重貨區 回收的重貨區 就在一萬九千到一萬九千二 要你說一些夾膽倉活動 有機會可能再夾水平 但你說整體 你說水平是否再上 第一就可能要等到月底 這些歐債消息比較明白 才有條件 還有累積升得那麼多 一般投資者選擇做一些 和理活動 我覺得很正常 所以短期內 我自己估計可能有機會 今個禮拜出現一個先高後低的情況 先高後低 即是說再向上突破 上一次列口位二萬零五百點的機會 今個禮拜都沒有 暫時應該低一點的機會 你說看下面的支持位 我自己就看一萬八點左右 就有20天平均線的水平 好